10万块钱左右 就可以把这台车提回家 看看S6 S63是啥 S6和S3吗 S6有S3没有 因为现在咱家那个S3已经是那个 不引进了 国内不引进了 没有办法 Q3的A3的话 两箱车型和三箱车型 在后备箱的区别肯定也是很大 相对来说后备箱比较大的是 A3的三箱 但是两箱车型的话 我们是给大家加了一个电动尾门 标配 全系进行标配的电动尾门 是A3两箱车型给大家标配的 那咱是奥迪店呢 你想一想能有吗 这个是我们A3的两箱车型 看一下 感谢小江的关注 看一下这个尾灯的效果 也是采用了最新奥迪车灯设计元素 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段车型 大家现在只要在这个马路上 看到我们家这个奥迪车系 采用的是这种分段式的车灯 全部都是奥迪的新款 至少是在19年以后的车型 都是采用着这种分段式的 分段式的 都没有吃饭吗 没有吃饭呢 A7有线车 A7我们家现在的线车 是有45的专选 还有45的专享两台 一共三台车45专享两台 45争选一台 我们直播中小报 我们有什么想询问具体的优惠政策 和陆地价格呢 请私信一下保二 对 大家看一身 想看啥车 接下来 接下来想看哪款车型Q2吗 可以带你去看看Q2 走 Q2的话 我们家现在新款还没有到 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老款 我拿着车钥匙了是吗 你拿了 你不拿怎么开的车姐妹 它放哪了呢 是被拿走了吗 走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Q2 换了 换车了是吧 哇 红妹 我就感觉女生对红妹没有抵抗力呢 我买车一定要加一个红妹 嗯